从农历新年至今 我国前前后后发生了至少八起枪击案 导致三人死亡 昨天冰纯在光天化日之下 就有两名枪匪在大街上抢劫截款车 过程中与保安员捕火 劫匪被射伤 30多岁乌翼骑士 满身是血倒在路边 民众一度以为是车祸 送入医院时已经毕命 医护人员最后在身上发现枪伤 怀疑是遭人枪杀 而单是3月2号一天 国内就发生四起枪击案 午夜经营洗车店 伤人在家门前被四名枪手 近距离连开六枪夺命 警方怀疑与争夺地盘有关 3月2号中午 26岁国大党党员开车 在交通灯前被两名枪手袭击 枪手朝他连开六枪后逃走 同天下午 猖狂枪手驱车跟踪38岁的收藏员 就在新山丽莎在野警区总部前方 朝收藏员车子连开三枪后逃走 受害者之后也逃离现场 同天晚上 51岁保安公司职员开车途中 一辆摩托突然经过朝车内连开五枪 职员毙命在车内 警方怀疑涉及黑帮仇杀 2月24号中午 定义母子从法庭返家途中 被四名枪手在大街上连开十枪 母子双双受伤 警方怀疑他们是被人寻仇 大年初二晚上 三名匪徒闯入民宅 开枪射伤两名麻将客抢劫 其中一名匪徒被捕 另外两名匪徒则抢走8000令吉 持枪抢劫 黑帮寻仇 是这些枪击案的动机 但是枪械到底如何进入大马 早前26人因为射击走私汽油 被反贪污委员会逮捕 其中25人来自警察部队 我们一直听到官员说严厉管制 怎么越是管制却越多枪击案 走私活动的执法单位 包括关税局 移民局和警队 则无旁贷